無情戰隊 無事宜 陳念琴 兩位拳后 穿著設計師服裝 驚喜獻身 力挺台北時裝周 今年台北時裝周以Dresscode台北 盛裝台北為主題 用時裝與音樂跨界 展現台北的風格文化 更邀請金曲歌后 孫盛希一同為台北時裝周揭開序幕 今天的穿搭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哪一位設計師 今天我這一套設計師是Bob Jane 設計師他所設計的衣服 那我會選這一套 這是我衣櫃不會有的顏色 所以我覺得蠻新鮮 然後我覺得穿起來蠻有氣勢 所以我選擇這一套 你願意接下來出門就穿這樣子嗎 沒有問題 真的嗎 除了穿運動服 就要穿我們台灣設計師的品牌 是是是 要大力支持台灣 好 謝謝 念琴能夠給我們大力相比 師姨呢 身上這一套 剛以前Justin有預先幫大家講了 你是冒險者個性 其實本身也是狗派 所以穿上狗狗的衣服 加上剛剛老師說的冒險者的精神 有點像是我想傳達的精神 他是以軍裝為設計概念 跟我平時典禮啊 那種性感的又不太一樣 其實是酷帥的路線 然後我覺得很特別的是他 這兩片可以合起來 就變成裙子的感覺 他有多樣的穿插方式 對 會很喜歡 像我們如果主持的手卡 就可以放很多在裡面這樣子 這個很適合這樣子 很棒 這裡也有面子這樣 每年台北時裝週跨界時尚大秀 都會透過爭選方式 讓更多新銳設計師參與 這次共有六位台灣知名設計師品牌參與 用時裝演藝程式 記者會更選在大道城老宅咖啡館舉辦 完美展現時尚與復古的新舊融合 今年的主題 我還是會圍繞在我品牌 是以人為本的風格 然後結合一些台灣版本厲害的 機能面料工裝元素 然後去設計我覺得很酷的東西 對 今年也會是我覺得 我會做作物我覺得 對 很自我的東西啦 然後想要給大家看看 大家是不是喜歡這樣 那今年的主題是 對 是 MBTI 但是我其實更想要講的是 期待服裝改變這個世界是什麼呢 就是希望台北能夠更邁向 國際友善寵物這個都市 對 所以這次幫這個司儀做 他這個財權其實也是有一個故事 因為你有先問他 他 MBTI是什麼 是 ISLP 就是冒險者 那冒險者為什麼是柴犬呢 因為柴犬連颱風天都要出去遛狗 所以希望台北能夠越來對這個寵物 不管是狗 貓 毛小孩 還有像我朋友養雞啊 各種寵物可以越來越友善 然後越來越 因為畢竟現在生育率很少嘛 但毛小孩就是我們的寶貝 我希望他可以跟著我們去各個地方 我把傳統的鐵道博物館的人數跟台灣人 你知道還蠻愛搞笑嗎 就是有一些寫音梗啊 或是有些迷音什麼 對 然後我就把迷音這個主題跟鐵道這個東西 合在一起這樣 然後因為就是台北很常下雨 所以有一些雨滴的人數 然後以及就是因為我非常喜歡貓咪 所以也可以看到很多貓咪的圖案 然後跟街頭的一些貓咪的視覺 放在我的這次的作品當中 這次的主題叫做煙霞 煙霞其實就是影於大千世界 也就是我們城市的生活 所以對我來說台北是我成長的城市 所以我把這樣的感情放在裡面 然後會用四個篇章的方式 完成整個系列的故事這樣子 然後樹里美是來自品牌喜歡 我覺得在城市生活 你需要有一個很特殊的距離 然後你有你很獨特的美感 面對這個世界 你才會有你很通透的世界觀 可是大家會覺得很特別的一場 台北時裝州的記者會 在未來長期的發展下去 台北時裝州每一年都會有特色 但是2024年今年在大道城這個記者會 應該會變成一個很大的特色 因為我們選擇了一個非常風格店家的咖啡館 老房子 然後model走秀 還有各位貴賓 在這個現場裡面 穿著服裝設計師的衣服 或者是穿搭 或者是看著摩特爾 穿著服裝設計師的衣服 在這裡面 非常狹小的空間裡面 考驗了我們的創意 也考驗了整個摩特爾走秀公司的 經營管理走秀場的能力 如果各位有更多的機會 可以支持台灣的國產的服裝設計師的衣服造型 剛才我跟陸羅方議員在聊天的時候 他也講到說他有幾套衣服 平常穿出來的時候 常常會被人家講 其實如果大家都喜歡這樣穿 滿街都是米蘭城市裡面所看到的場景的話 你就一點都不會覺得奇怪了 所以非常希望我們兩位國手 以後不打拳的時候 下來就穿服裝設計的衣服 好不好 在這樣的一個古都 在這樣的一個古城 在這樣的一個140年的一個街道 在大稻埕 我們看到有創新的服裝 創新的走秀 它是一個融合 也代表台灣 有各式各樣的族群 我們有山有海有 有河川 這樣子的一個包容性 那我也希望說 未來台灣的服裝 台灣的時尚 可以從我們台北時裝週 讓它發揚光大 可以讓它達到全世界 甚至國際上什麼米蘭 倫敦時裝秀 或未來在台北時裝週 也會列在全世界的時裝產業上面 2024台北時裝週開幕時尚大秀 將於10月17號 在松山文創園區舉辦 跨界時尚大秀 則是於10月20號 在信義區新亞路登場 歡迎民眾共襄盛舉 用時裝演藝程式 晚番台北潮流 記者臨期會以台北報導